姓明慧的四位外部委員 以及三位的內部委員 所有的調查結果來表示尊重 我想6月3號到今天 國民黨的調查 傅崑奇尊重國民黨 在密圖的風潮當中 已經把這樣的事件 把它當作武器在使用 經由裴委跟NCC沈耀祥 所主導的這一出 狸貓換代子NCC的水門事件 我們看到在6月3號拋出來之後 真正的目的就是 讓大家一片沈亂當中 一路追打靜電視的傅崑奇 被圍困的此時能夠微微救贈 而NCC沈耀祥 趁亂當中不惜違法犯計 把整個逃生門全部封死 犯下公共危險罪 就是為了讓靜電視能夠上架 能夠通過董事長的變更案 TVBS要更換一位負責人 要花一年6個月 還是復婚其在立法院諮詢 NCC沈耀祥當天才能通過 包括明氏三立 包括年代一電視東升 要換照都要審查一兩年 裴委的靜電視卻在一個多月 可以換五位負責人 NCC沈耀祥的違法亂計 以及跟裴委的不法勾結 復婚其會本於我工作上監督的職責 持續的追蹤到底 務必要讓全國民眾能夠了解 靜電視到底是如何上架